下一個我們想要歡迎的是 是我的好朋友 她叫做李安 然後大家請示範 我們正在用濕大氣管器 就是她就在用濕大氣管器 我們要不要再可以請 然後其他主校會跟我們一起 然後要講的主題就是 她之前跟她的朋友就是我 因為她之前去環繞一些故事 然後她有些人很重的朋友 然後她也喜歡散播 然後一團聽六十人要聽音樂 現在非常大的經驗 謝謝 好然後我今天要分享 就是我們兩個有做的一個 五分之一的小環島 然後所謂的小環島呢 就是其實我們騎腳踏車 從台中到台南 然後在今年的7月24號到 7月28號的時候 然後一開始我們真的沒有想到 就是我們會做成就是單車 一開始只是單純的 就是想要騎單車為了省錢 然後流浪 並沒有想說就是要騎這麼長 你要快公里的 這樣是得了一個距離 然後第一天我們到的是台中 然後這張照片呢是 就是這五天天我們一起奮鬥的 白色小智春 對她非常的耐操 然後像這樣這麼乾淨 可是後來被我們炒的全部都是泥土 對 好然後一開始我們 我們真的是水天氣 然後第一個看到是美的美總部 對然後 後來還到了漁港 然後這支張照片是在那個 台灣美術館中 有一家叫小夏天的餐廳 然後它是老闆娘自己設計 夜市的餐點 對然後那個橋我講一下 因為這個時候不上橋 很輕鬆 就下橋的時候發覺 它只有這一個路可以下去 因為它沒有夾車路 所以我們就發現夾車從非常高的地方 這樣下去 就很辛苦 對 然後第二天呢 我們到了張華海林林 然後張華海真的是一個非常長的線 所以我們真的騎了很久 幾乎一整天都在騎車 這邊花了大概騎了六十幾公里 這一天 然後我們凌晨四點多就開始騎 然後七點多的時候到張華 然後在張華吃個早餐 然後這個面還蠻特別 它是那邊有一個手工式的三側面 然後紅色的面是火龍果做成的 所以它還蠻特別的 然後這兩張照片是在同一個地方拍的 然後是兩面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個顏色差很多 因為整個下午就是下了非常非常大的雷震雨 對然後一整個下午都在雷震雨 就是狂風暴雨當中就是騎車 然後第三天我們來到雲林更嘉義 然後這個的話是它雲林的路上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會有這樣子單車的標準 就當初其實因為覺得很可愛 所以拍下來 但不知道還有什麼作用的 對然後我想講的就是這個大叔 就我們那天真的非常感謝他 他長得很像九華刀先生 對然後他就是做那個選舉車 讓我們就是單車可以騎上山 不用自己騎 然後才讓我們喝到好喝的拉花咖啡 對然後現在我們呢 我們沒有碰到雷震雨子 對然後你可以看到之品就坐在這邊 對它非常的邋遢 因為那個時候真的雨一直下的 又頂部又下雨 然後還好我們晚上就是還逛到嘉義的夜市 還吃了一間小池就還不錯這樣 然後第四天呢我們是嘉義和台南 這張照片是台南的夜景 但你不要看它那麼漂亮是漸層色的 晚上的時候啊就是鄉村路上真的很多那種白色的小蟲 就很期待是在照片真的 只會打你眼睛打你耳朵 真的非常的噁心 對然後這是早上我們先帶嘉義的 給到藝術村 對然後這邊因為政府沒有很支持他們的藝術行動 所以就是希望他們可以多加油 然後那個剛剛那個漢堡還蠻好吃的 對沒有真的 然後我們還騎過了23.5路線 然後吃了糖床的冰之後 好不容易騎到了台南市 然後我覺得台南市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有揮花很完善的腳踏車輔道在路旁 對然後第五天呢 因爲它只是假的沒有開放 而且在台南台南湖呢 我們基本上只待了一兩個小時而已 就可以這樣 對這是非常好的檀上 因為我們晚上還要看別的東西 就是那些細一樣 然後第五天的話 早上我們只想說去 這個堂場很特別是因為 它有古早的古墳車 就是在堂的小火車可以坐 可是那一天呢 因為它只是假日 所以就沒有開放 然後我們就很生氣這樣 對然後後來也就回去了 然後分享該場的話 我跟志平都覺得就是這一趟旅程啊 真的200公里是我們第一次騎這麼長的距離 然後那時候我腦中真的就只是想著說 就是快到了快到了 真的沒有別人講話 就是一直騎下去 對可是當中也看到很多故事 你可以看不到的景象 像是你可以站在一個點 然後你環藥360度 全部都是山谷還有銅川 就是這種大自然的感光 真的是平常看不到的 然後這個是我古天下來 就是畫的一些小東西 就是想分享一下 就是自己很喜歡繼續在記一些 記當中加一些小差別 然後像這個就是在煮坑吃的蛋糕 咖啡 好啊 謝謝大家 我非常感謝李阿姨 我們分享她環島的旅程 也感謝她把我們吃 其他朋友請我照片怎麼放出去 我覺得非常尷尬 好